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进入新世纪以来 中国以东方巨人的脚步加速实现跨越式发展 一个新规划 画出南海之冰一道冉冉升起的名利风景 于是这里的涛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积月 这般响亮 这里的大地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热烈 这样充满豪情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 地处我国沿海西南段 由南宁、北海、青州、防城港四市所辖行政区域组成 陆地国土面积4.25万平方公里 2006年末总人口1255万人 依据党的十七大精神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 国家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编制 国家批准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 规划期为2006至2020年 2008年1月正式对外公布 天高海阔 风生水起 风是科学发展观扬起的春风 水是改革开放涌起的大潮 顺风顺水 北部湾经区成为广西经济腾飞和社会发展的龙头 中国经济增长 新的一级 2006年以来 中央领导多次来到广西北部湾视察指导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指出 要把北部湾经济区发展成为经济增长新的一级 在工作中要解放思想 开拓创新 抓住机遇 加快发展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 这是一篇大文章 也是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 要坚持改革创新 完善经济区 开放开发的体制极致的创新 让北部湾建设成为广西科学发展的排头兵 率先发展的先行区 改革开放的实验田 2006年 北部湾经济区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挂牌成立 除了江南 北 青 黄 四市所辖区域列入区内 同时把乡邻的御林 重锁两市的交通物流纳入其中 统筹规划管理 打造组合港 中心城镇群 把北部湾经济区建成中国与东盟的区域性物流基地 商贸基地 加工制造基地和信息交流中心 北部湾是咱们国家经济发展的第四级 历史地位非常重要 但是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很新的发展思路 应该是在这四大经济区 要创造一些新鲜的经验 它就有一个很重大的示范和借鉴作用 故事我们后来居上 应该说北部湾要打造成一个新的经济增长局 我认为这个提法是符合实情况的 因为从中国的沿海来看 80年代主要是珠三角发展起来了 90年代就是长三角 进入新世纪 主要是河海湾天津的必然新区接待 北部湾它的发展潜力很大 它的资源很丰富 通过它的开放 通过跟东盟乃至世界上很多国家地区的合作 加快北部湾的一些产业的发展 北部湾完全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局 北部湾经济区能够崛起 那么对中国形成新的这个经济增长局 是确实起了非常重要的意义 当然对中国的西部大开发的战略 带动西部省区的发展 都有很重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贯彻中央领导 关注北部湾 宣传北部湾的指示精神 中宣部新闻局 组织人民日报 新华社 中央电视台等多家中央媒体记者 数次赴北部湾新区采访 其报道规格之高 规模之大 持续时间之长 均为历年少见 充分体现了 中央对广西 对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 极大关怀 对北部湾经济区 开放开发 和泛北部湾经济合作的 高度重视 高度重视 运动众人心 北部湾经济区开发开放 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 郭生坤称之为 千年等一回的机遇 全国各地的有志之士 抓住大好的发展机遇 纷纷纷 纷纷来到这里 大显身手 形成百起入柜之状况景象 百起入柜如今已成为本地区对白招商引资和发展民营企业的品牌工程 成为带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干细胞工程 创造了广西招商引资史上 罕见成见 与此同时 商会经济的兴起 为城市经济发展 增添了新活力 这几年随着北部湾国家对广西大力的开发的优惠进策 所有温州人开上这个商机 从广西北部湾一个窗口走出去 原来我们的温州人在这里大概是四到五万人 现在可能增加到七到八万人 据我了解福建在广西的投资 或者在这里经商的人员大概有二三十万 缓系五千万人口面对东盟 另外又是大西南的一个出海通道 它还有巨大的空间 北部湾经济区 已初步显示出经济增长 心意极的良好效应 天地灰映 空气清晰 北部湾一年四季 到处生机勃勃 优美的环境发育出优美的城市和乡村 广西北部湾新区的开放开发 为这些城市乡村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活力 城乡一体化 建设城市群 被相关领导列入重要的发展规划中 北部湾新区除了优越独特的区位优势 还拥有诸多资源 比如港口资源 海洋资源 矿产资源 旅游资源 水能资源 农民资源 能源等等 面对挑战和机遇 这里的城市注定要承载重要的历史使命 在北部湾经济区 统一整合资源 使城 镇 乡合理布局 形成城市群 带动区域经济 整体崛起的大格局 已成为人们共识 大潮起兮 春潮涌 正是扬帆 起航时 依据国家给予的对外交往 行政体制改革 土地管理改革 金融制度创新等方面 先行先事的权利 本经济区可以最大限度地 挖掘各种潜力 吸纳先进发达地区的人流 资金流 以便为打造城市群 和发展高端产业奠定基础 现在世界的经济的竞争 区域经济的竞争 已经进入了一个群体竞争的一个新的时代 过去可能是南宁跟广州之间的竞争 但现在不是了 他就是说以广州为真心的 居家三角就是城市群 跟以下海为真心的 强调三角就是城市群之间的竞争 是城市群之间的竞争 这种城市群之间的竞争 它强调是一种综合的竞争力 第二个就是产业链之间的竞争 城市群的发展 它是由大中小很多城市组成的 所以它城市只间要丰工 它不能搞产业结构趋同 搞雷同肯定不行的 我们国家城市经济发展 区域经济发展 存在一个普遍问题就是什么呢 同质化无差别状态 就是你做什么我也做什么 你怎么做我也怎么做 甚至你怎么说我也怎么说 那么这个区域这个地方的个性和独有的优势 没有在市场经济得到体现 所以在激烈的市场经济斗争当中 谁都很难胜出 你比如说从我们南北清房来说 南宁它的中市规模相对比较大 发展水平比较高一点 经济的息息比较强一点 我认为它的市中心区 它应该向高端化 向服务法的方向发展 它这种服务 它是面向紧搏的北部湾地区 而不单身是南宁 南宁是广西北部湾的政治 经济文化信息中心 是全国经济综合改革试点城市 07年南宁曾获得联合国人居奖 中国绿城称号 09年荣获全国文明城市称号 南宁在未来将建成区域性 国际化大都市 人口达到1200万以上 其中五项新区在2020年 人口到280至300万以上 五项广场成为朗东新城区的中心 面对五只大象的不同造型 人们心怀善意地浮想联系 美好的理想一定能实现 南宁是红豆的故乡 这是一座历史悠久 文化积淀深厚的边陲古城 古城雍州 雍江穿城而过 曲曲折折 零连忘返 难道是不愿离开这方人间陌土 才这般情意年年 南宁市作为广西首府和区域中心城市 城市发展要形成以雍江为轴线 西建东扩 完善江北 提升江南 重点向南的空间布局 加快建设五项新区 几年以后 位于江南的五项新城 将一崭新面貌 陷于世人面前 国际会展中心 像南宁市花 朱景花一样 傲然绽放 迎接八方来客 成为中国东盟博览会 永久落户南宁的盛大舞台 现在南宁重点推进中国 东盟国际商务区 及中国东盟经济园区建设 为进一步建设国际大都市 夯实基础 在南宁生活了十几年以后 对这个地方应该还是有相当的一个感情 南宁市作为一个西部城市 从这个改革开放初期 党委政府一直非常重视 就强调清商 扶商 富商 和牛商 我们从一个很小的 一些个体药店 迅速地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化企业 我们现在又在南宁市市中心 建立德国标准的医院 面对东盟 特别是现在零关税的政策 去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 国内资本 它还有巨大的空间 初具规模的东盟商贸区 已凸显东盟十国的社会文化特色 十国领事馆的建成和进驻 将会使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联系 更为便捷 更为锦递 设立中国东盟合作办事机构 发展面向东盟的商务总部经济 标志着双方的经济合作 右上一个新台阶 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南宁 已成功举办六届 影响越来越大 求同存异走向共赢 中国东盟的合作不断翻开新篇章 北海 北海 风光移泥 抒情浪漫 阳光 沙滩 海水 令人难舍难理 北海 按照特大城市规模规划建设 发挥移居优势 北海素有南珠之乡的美誉 北部湾广场是现在的商业中心 高耸的南珠雕塑 由三个巨大的珠背和一组人寿雕像喷泉构成 成为城市的第一标志 银滩 以及滩长井 沙细白 水奔径 浪柔软 无沙鱼被誉为天下第一滩 老街 历经风雨而尽险沧桑 像一位历史老人述说着北海的历史 旅游 休闲 商贸 交通 物流 高科技 新能源 海产品 房地产 出口加工等 无污染产业 成为北海GDP增长的主打方向 去北海市区36海里的维州岛 是中国最年轻的火山岛 已经通过了国际旅游岛的建设提案 北海三面环海 富氧离子的含量极高 先后荣获中国十家宜居城市 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和最具投资潜力特色城市奖 新的游岛 临海风景迷人 城乡市场广阔 名优产品众多 发展具有很大潜力 今年来青州市大力建设 临海工业园区 总投资150多亿元的 中石油千万吨炼油项目 亚洲最大的单一化 即将生产线 金桂林江纸项目 年发电40.91度的 国头青州电厂三大项目 犹如三艘航母 坐落青州港畔 领航本经济区的大发展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自2010年1月1日正式启动 双方有90%以上商品 实行零关税 在此优惠政策下 双边贸易增长强劲 据海关统计 青州与东盟双边贸易 2010年前七个月 比去年同期增长 11.4% 其中 私营企业占绝对优势 青州港通往东盟国家的 直达航线开通 标志着青州保费港区 已具备对接国际航运的能力 它朝着国际航运中心 物流中心和出口加工基地 又迈出坚实一步 清州 防城港市按照大城市规模规划建设 以托深水港和启沙重工业基地开发 促进城市发展 防城港市临海又临边 区位优势非常明显 拥有大小港口二十多个 其深水两港是全国十二个枢纽港之一 全市有四个国家一类口岸 一个二类口岸 面向东南亚服务大西南 以港历市 科技兴市 农业文市 商贸富市 工业强势 旅游望市 依法治市 是防城港的发展战略 一大批知名大企业进驻临港工业园区 以及总投资二百六十亿元的 防城港核电站一期工程的正式开工 无疑都将大大促进该市的经济大提高 为加快现代化大型港口建设 本区决定将防城港 北海港 青州港等 三港合拼为 北部湾港 成立北部湾港务集团 2007年2月 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决策 把广西的防城港 青州港 和北海港整合成 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 集团成立之后 实行统一规划 统一建设 一体化经营 港口的竞争实力得到了增强 防城港呢 是中国大陆海岸线 最西南端的深水两港 面向东南亚背靠大西南 是中国进入东盟的桥头堡 东兴是中国与东盟唯一海陆相连的 国家一类口岸城市 也是我国京族的唯一聚居地 随着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的实施 东兴正在打造 迈向东盟第一城的发展思路 强抓机遇 扩大开放 一展国门城市的新形象 东兴口岸出入境人数 在广西各口岸中位居第一 在全国陆路口岸中名列第三 伴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东兴口岸在中国对外开放中 定会翻开新的一页 御林市是一座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 它是承载东部产业转移的加工基地 御林以交通物流加盟北部湾经济区的开放 是我国较早建成国家沿海经济开发区的城市 由于国家给予其一系列综合改革实验 先行先市的优惠政策 御林现在也是一座正在崛起的 伴北部湾中小企业汇聚的名城 崇佐市沿边近海 是陆路通向东盟的大通道 它也是以交通物流的优势 加盟北部湾经济区大开放 现在一建有平翔边境经济合作区 正在推进建设的有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 以及中越得天国际旅游合作区 中越平翔友谊关国际旅游合作区 平翔综合保税区是中国九个综合保税区之一 北部湾中小企业汇聚集 北部湾经济区面朝南海及东盟背靠大西南 处于我国大西南幻珠三角和东盟三大经济圈的交汇中心 其区位优势明显十分重要 本西的北部湾地区 它在全国有一个很重要的政务地位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我们大西南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域口 北清房都是三个港口 第二点就是我们构建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一个核心地区 应该是一个桥德堡 第三个方面就是说 我们从这个区位下来看 没有一个比较大的经济中心 所以这么广大的地区 需要一个增长中心来起到一个引领的作用 北部湾它首先有一个很好的区位优势 中国西部地区唯一的一个出海口 它背靠大西南 面对东盟的几个国家 海岸线比较长 从这个地区位置我们看得很清楚 就是北边就是我们的广西自治区 它的西南就是越南 我们现在和越南几年前就启动了 两来一圈的开发计划 整合了越南广西经济合作 北部湾经济区 它就是一个两来一圈的一个龙头 北部湾经济区肩负时代使命 全面开拓海陆空国际大通道 走向东盟走向世界 中点建设的三条国家高速公路网 以基本形成较为完善的 西南地区公路出海通道网络 路通财通百事通 纵横交错的铁路网建设 即南宁是广州等高铁建设 得到铁道部的大力支持 正在顺利推进 加快机场的扩能改造 完善配套设施 加密其通向国内主要城市的航班 开通并增加 连接东盟 日韩 欧美等国家的 国际航线航班 北部湾经济区 利用国家给予诸多优惠政策 和良好的发展前景 吸引各地人士 纷纷来此投资 创业 各城市相关领导 都注重在基础设施方面 提供有力保证 努力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 优化政务服务 轻商护商 并给予奖励 开创以商招商的先河 产生了由一个外商 带来几个外商 一个项目引进几个 甚至几十个项目来 验证效应 我们这个信号集团 到了2009年的时候 考虑到正好迎着这个 当时东盟自由贸易区的 这样一个设立 2009年的3月份 当时呢 进入了北海到越南下龙湾 这条中越海上航线的 这样一个营运 北海是一个海上四周之路的 始发港 那么我们今天的海运人 争取早日航班 开到东盟的其他国家 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要转变 旧有的经济结构必须调整 这是当前经济国策 立足现代高端产业 探寻挖跳发展途径 这是北部湾新区的新思考 经济区的决策者 从一开始就以新的经营理念 作为出发点 认识到采取超常规的发展模式 探寻产业挖跳 重点在于吸取优质资本 引进和消化先进技术 积极进行自主创新 推进以现代物流为支撑 创新型工业为主导的 综合经济体系的建立 一些大型或超大型企业的引进 尤其要注意 改换旧机式 树立新观念 在这里 节能 低耗 低碳 环保 高效 成为现代企业生存的命脉 立足于本地优势 发展具有竞争力的特色产业 正是北部湾经济区发展的 一个着力点 亦使区域经济能够很快步入 发展快车道的一个强力支撑 当外地企业家看好北部湾 新区的良好发展势头 来到这里投资或转让技术 而当地的企业利用本地的优势和资源 寻找到称心的合作伙伴 双方该会有些什么感受呢 北部湾区域这个区位优势 它这个港口啊 码头啊 就对我们 对于拓展海外市场很有帮助 然后就看中这个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这个优势 包括中国国家这个西南开拔的 当时我们就走进北部湾了 就跟港湾地方合自己 新建的这样一个厂 能够在北部湾这个区域里 把我们这个厂打造成一个西南地区 最大的现代化的钢油机构加工企业 我们大海油公司呢 是由中量集团 联合新加坡的风雨国际 和美国ADM公司 共同投资新建的这样一家 大型良油加工企业 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地方 一个呢就是区位优势 背后西南三省加上海南 另外还有东盟 尤其是越南老挝 缅甸这些国家 这么广大的这个市场 去年往东盟国家出口 达到了7000多万美金 世界眼光 云水胸怀 无论是民间的商贸往来 还是政府间的合作 互信共赢都是双方脚踏的一块基石 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的全面发展 给彼此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 中国东盟合作共赢 东盟已成为广西第一大贸易伙伴 和第二大外贸来源地 2010年元旦一世 官方宣布 中国东盟之间绝大多数商品贸易 开始实现零关税 这表明真正意义上的区域自由贸易 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我老家的就是在金属 金属聚集地在外美那边的 做那个议器 做的还可以嘛 游客啊包括越南那边啊 缅甸那边 东南亚的游客都来这里玩的 携手合作 共创繁荣 一个占有人口量最多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区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将造福于中国 优异于世界 这些年中国跟东盟都合作 那么这个在广西这里呢 确实呢做了一些很好的文章 因为毕竟呢 这个是一个平等合作 互利共赢选择 这个农业啊 旅游啊 能源合作啊 双方都取得很好的成效 东盟它的地位 特别是在东亚地区合作当中 比如10加1 10加3 这些合作框架都是由东盟主导的 对 现在呢 韩国也好 日本也好 都在跟东盟啊 做这个10加1的自由贸易区 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自由贸易区 从经济重量呢是排在第三位置 细今为止 北部湾是唯一一个被国家明确赋予 重要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功能的经济区 实际上强调了与东盟合作的重要性 从2008年起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国家先后批准设立广西青州保税港区 广西平墙综合保税区 南宁保税物流中心 允许北海出口加工区 拓展保税物流功能 后来又批准了 王城港保税物流中心的申报 一个经济区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规划如此多的保税物流体系 实属全国罕见 这意味着 我们在减低交易成本 建立高效便捷的国际贸易 体系等方面 又向前跨进了一个新层次 平墙中和保税区 是2008年12月份 获得国院批准 成立的中和保税区 也是我们国家第一个 在边境上扩批的中和保税区 主要是国际贸易 保税物流 保税加工 国际配送等功能 特别是在中叶两国提出 南宁到新加坡 经济走廊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我们的发展目标 主要是服务于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 那么今年1月1号 是正式宣布 这个自由贸易区建成 那么这个发展的 应该是相当快的 那中国和东盟的关系 经济关系 政治关系 外交关系 发展的也很快 像03年 中国加入了 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这是东盟第一个和一个国家 建立这样一个战略合作关系 这些年 这个金融危机 是吧 华尔街这个金融海销 对全世界冲击很大 是吧 那你要增加 对他们的出口 难度可能很大 但是现在我们中国跟东盟 双方建立自然贸易区了 双方之间没有关税了 今年1到4月份 中国跟东盟相互之间的贸易 增长了接近60% 如果我们这个北部外经济区 需要能够迅速的向前推动 有利于建立中国和东盟互联互通的网络 不光是广西地区 对我们整个这个中国和东南亚的 战略合作关系 起到非常重大的作用 随着北部湾地区近年来的经济高速发展 人们的收入大大增加了 日常的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也都不再仅仅满足于一般的温饱 而是逐步追求一种高端品质 吃饭讲求营养 环境 购物追逐名牌品费 商家则是通过多种手段和活动方式推销商品 以赢得商级 抢先占领市场 消费拉动内需 内需又激发了生产力的增长 外来移民不仅带来了异地文化的营养 更以巨量的消费刺激本地产业的创新与发展活力 2008年以来 外地人口的消费对于区内经济发展的促进和拉动十分明显 时代发展到今天 产业能力大距提升 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发生着变化 人们对投资与消费的关系也有了新的认识 于是一种新的消费资本理念被中国学者率先提出 这一新经济理论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同样他对北部湾经济区突破传统经济模式束缚 实施开创性的发展方式 亦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应该看到消费对国家经济拉动的力度 应该是站在第一位 我就是三驾马车 我们投入货币资本规模越是大 总额越是多 就意味着呢对资源的消耗就越大出口 我们国家加入了WTO之后 关税壁垒通过了 但是接着而来的是技术壁垒 政策性壁垒 保护主义等等 我个人认为这个北部湾区的发展 当前的当务之急啊加快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北部湾正处在一个非常好的时期 我们国家经济进行结构调整 许多产业需要往西部转移 它应该是呢以速度失移 效益显著可持续发展为特征 我们建立一个新的企业制度 一个新的商业模式 一个新的分配制度 尤其呢现在是中国要转变这个发展的方式 过去主要是出口的拉动经济增长 那么现在呢要转向以内需 来拉动经济增长为主 具体的做法就是用消费资本论呢 这个理论呢作为一个导向 比如说东盟对中国采购产品 那么中国企业对这个采购的大客户 可以适通他是消费资本股东 就是你买了我那么多的东西 你是我的大消费者 我把你适通是我的消费股东 我这个企业赚钱了 除了那个货款两清之外 还难着你 我们商定的股份大小 把一部分的人分给你 这时候他会有更大的急性 买中国企业更多的东西 在大服务业概念中 金融是一项很特殊的社会服务行业 它是经济发展的杠杆 是国际民生的命脉 国家基于北部湾经济区 金融制度创新先行先事的权利 具体来说就是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 积极探索组建新的投融资平台 近年来经济区的金融业创新平台 在投融资方面取得巨大成就 有力地支持了城市基础建设和各大产业的发展 给产业挖跳增添了新的动力 国务院2010年5月 发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 为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 按照中央给予的相关政策 对于启动民间资本 参与金融业集市的创新发展 具有额外重大的意义 金融是经济的强有力的推进期 08年10月 中国印经会正式批准成立 广西北部外银行 就是力助广西服务翻北部外经济合作 特别是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做服务 我们的股权结构还是比较合理 有国有控股企业 有民营企业 参与这个银行的建设 我们下部目标向资本市场迈进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一块里面 我们的经济实力还是比他们要强一些 要做好合作 关键要有金融的支撑 我们也想了怎么样能够通过贸易往来 提供金融支持慢慢地实现 一个是人民币的结算 反而就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一些国家 怎么样大家一起来探讨 实现我们心目中的亚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代社会 经济的腾飞 必须要有相应文化的提升 否则是不稳固的 不可能做到可持续发展 北部湾经济区这些年 对于文化一意 倾注了相当大的力量 首先提出优先发展教育事业 加大财政对教育投入 巩固提高义务教育 大理发展职业教育 稳步发展普通高中教育 积极发展高等教育 加强国际教育的交流与合作 面向东南亚扩大来华留学生规模 为适应中国东盟经济圈的打造 大学里进行了学科调整 增设了相应的经济专业和语言专业 我们这个专业呢 主要是开展中外文化交流的 新闻传播的人才 国家将外派他们 服务于我们东南亚的国家 近年来全区部分文化单位率先闯入市场 走产业化道路 与先进地区相比 本区的文化改革起步较晚 但发展前例巨大 特别是文化创意产业 创新意识明显增强 涌现了一批面向市场 创新发展 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的文化企业 和文化创意产业集团 成为发展壮大第三产业的一支文化胜利军 现在北部湾文化创意产业门类比较齐全 自治区计划三至五年 投资五百亿元 建立北部湾大学和北部湾职业教育中心 建立以南宁动漫城和北海动漫基地为代表的 北部湾文化创意产业基地 以广西体育中心为重点的北部湾体育训练基地 把北部湾经济区建设成为 广西千亿元文化产业的重点区域 成为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区域文化中心 我们讲文化产业的发展 它自身不仅有雨点 更重要的它是有雷声 特别是一些后发地区 如果我们能够让文化的这条腿也跑起来的话 它可能会大大增加这个经济的联合度 其实我觉得文化和经济 在整个的这个社会发展当中 它是一个互动的关系 所以文化它也会引领经济向前发展 广西这样的一些区域性的优势 比如少数民族的优势 一些民间民俗文化的优势 包括一些异域文化的一些优势 要把它充分利用起来 广西它可能是一个开放性的 或者外向性的一个发展的思路 这种情况可能是内地一个城市 根本就不具备的 速度会更快 平台会更高 内地这些人的吸引大家也愿意 它有很多的优势 或者话说要借船出海 要借力发力 在社会的大发展的这样一些时期 往往都是一些移民城市和移民文化 新盛的时候 新的民众进入一个城市 带来一个新的活力 北部湾天蓝地美 大自然造化成就了诸多旅游资源 发展本区的旅游业 首先就要有一个大事业 着力打造北 青 房 旅游金三角 进一步开发滨海沙滩 海岛生态 跨国风光 民族风情 休闲渔业 健身娱乐等特色旅游产品 保护生态 防止污染 被北部湾人视为重中之重 既要经济效益 又要绿水青山 这是中央领导的指示 也是人民的希望 任何工业项目都不能影响 白海豚的生存环境 一棵红树都不能少 银滩绝不能受到一点污染 谁伤害维州岛的活山湖 谁就是犯罪 被青 房 滨海三世的决策者 发出蒸蒸誓言 本经济区将千方百计 强化生态文明建设 使之成为 南中国海洋生态安全的 重要屏障区 为此在能源发展方面 要大力发展生物智能 风能 潮汐能 太阳能等 清洁能源 和可再生能源 按照国家规划 积极推进核电建设 房层港核电项目 是2006年就列入了 国家核电中长期发展的规划 按照时间节点 预计在2014年8月份 1号机组可以投入商业运行 如果说6台机组全部建成 有700亿的投资额 这个项目对北部湾经济区 的能源结构优化和电力供应保障 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北部湾地区 大量的重化工业的集中在一个地方 跟你这种坟金保护 指向是有冲突的 怎么把我们这种经济发展 跟这种坟金保护 能够综合起来考 第一点 任何一个项目 它必须要符合国家的坟金保护的标准 千万不能像国外的一些国家 先污染后治理 再一个我们总体发展来看 我觉得生态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 你生态好他还愿意呢 你生态不好他还不愿意呢 这个习近乡可以相信 到我们现在中央地区的 生态文明的这么一个正常高度 庆典 词字幕杨没有继续 太郎又没有继续 西哥 中国是个庞大的市场 面向北欧湾经济区 中国进入东欧的桥头堡 特别是现在零关税的政策 这个新兴的市场 交通条件也非常非常的便利 文化实际上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所有温州人应该开赏这一款乐土 服务于我们这个北欧湾的前面的经济建设 这个海上的丝绸之路 中国东欧南汇 这个是在国际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新的一级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来起到一个银领的组 西南大门就安全了 世界各国正在走下的综艺组 立法的组 赫兰的阳光 让你拂去岁月的苍蟀 柔和的春雨 教你有一枝花开芳 我心爱你 迎接马芳冰河 阿蓝色海上 走向青石月长 风上水节 白不完 我们发家园 尽成天堂 风上水节 白不完 我们发家园 尽成天堂 风上水节 白不完 我们发家园 尽成天堂 一定会书写得豪气冲天 载入 共和国史册 天堂 我们发家园 尽成天堂 我们发家园 尽成天堂 小语词 男者 老公 我们发家园 尽成天堂 无缘 尽成天堂